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 朝阳区的一位91岁的老人 说要跳楼 当时这事惊动了消防局 还有公安局 那到底这位91岁的老人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跳楼呢 3月20日一大早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派出所 接到报警电话 称一名91岁的老人 要跳楼轻生 当时派出所民警 和附近的消防人员 都赶到了事发现场 经过一番询问和调查 老人并无大碍 但老人当日为何要轻生 究竟发生过什么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但此事过后不久 老人的子女们却矛盾升级 针对跳楼仪式 及老人以后的赡养问题 他们来到了节目现场求助 我承诺我在现场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实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说出您的诉求 今年的3月20号 我大姐报警了 说我妈要跳楼 把我妈轰走了 我的诉求是 让我母亲还回到 她的房子里去生活 我们能不能要回 我们的份额 求助人 李女士姐妹三人 求助类型 母亲赡养 及房屋全署纠纷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家里有姐妹几个人 四个 四个 今天来的是姐妹三个人 谁没来 我大姐没来 这是我二姐 就是我妹妹 我二三 我们就二姐三姐 小妹这么称呼 先来说一说 三月份的时候 怎么回事 母亲怎么就要跳楼呢 那天早上起来 我说六点半 接到我大姐的电话 接到电话 我就挺吃惊 因为那个钟点 我就特别吃惊 我大姐那边就说 报110了 我说怎么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么早 跟我打电话 我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是我妈病了 还什么 我惦记什么 她说你别问了 我当时以为是 他们两口子打架呢 她就挂了 我就不放心我妈了 我就赶快打车就过来了 当时我到我姐家 你看确实来了好多警察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我大姐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要说 我就怕他们有夫妻打架呢 我说我别多嘴 白火直接就问我妈 睡觉里面 我看我妈去了 因为她是一个三居室 我妈就在中间的小屋 正穿裤子呢 坐在她那床上 三个小警察站在旁边 我说妈怎么回事 我妈说我不知道 怎么来到这么多官家 因为我老太太管 她管叫称官家 90多岁了对吧 对 那三个警察也不说话 所以咱们也不敢多言语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们当时又没有 问警察 就是说怎么回事 警察来消防的警察 我还都见到了 我还都没有跟他们问 警察没有任何一个人 跟他们跟我说话 没有 后来我就到厨房 找我大姐姐了 我就问我大姐怎么回事 该死 我说谁 一声不自在也不说话 什么也不说 这时候警察就陆续都撤了 那妈妈对于报警 说她要跳楼这事 妈妈怎么说 我时候我问我妈 我说我大姐说你要跳楼 妈说的我不跳楼 我为什么要跳楼 你想早上去我妈正好一条裤子穿上 一条裤子没有穿 那你觉得妈妈是拿这个事说事 是吓唬大家 不是 我妈不是那样的人 她走路都很悲净 这话都不能去考虑 你这不可能 我妈走道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村里三居室 我的房子和我大姐的房子 格局是一样的 洋园 住一个月 几乎到我们这儿 她怎么能上那凳子上 这一天不可能 她在踩着凳子 不可能 您也同样的观点 是压根没这事 还是妈妈吓唬大姐呢 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你们觉得大姐 她们报警的意图是什么呢 让我妈住 我可以说 您说 我到了我大姐家以后 我妈就说 说的咱走吧 妈妈怎么突然说这话呀 吓得 害怕 有点害怕 吓得 别哭 我对这件事就特别的气愤 九十多岁的老太太 能跳楼吗 你要对她好 她能跳吗 当天我确实问了 我说这不是明摆着 你就不让妈住吗 她也没吭声 我是最后一个 接到她的电话 我到那儿已经通过了 大包小包 她已经就得 拿走一部分了 我一看我妈 准备就要走了 我看见大姐也好 那一次也挺说 那一次你什么都别说 她说不是她报了 姐姐说不是她报了 她说不是她报了 她说她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们俩 唱的是双簧 我说白了吧 后来我就问来了 我说为什么要报警 她说呢 对 为什么要报警 对 我说为什么要报警 她就说妈要跳楼 我说哪天要跳楼 她说礼拜一 我说礼拜一要跳楼 今天星期几 你怎么今天报警了 那天礼拜几 三月二十四号 应该是星期四 礼拜四她报的警 一大早 对 后来我说你们这么做 我说你不怕 遭到舆论的谴责吗 我说就算你有天大理由 我说再说老妈要跳楼 我说你们俩是正常人 是成年人 你们干嘛呢 我说你让她跳吗 你还至于报警了 然后她就没坑声 她就什么话也没说 大姐之前 有跟你们商量过吗 比方说妈妈上谁那儿 或是有什么事 她和妈妈之间 她不说呀 我不是问她了吗 她说就要跳楼啊 折腾啊 因为对她的做法 特别气愤 在我的理解当中 报警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在你生命 受到威胁的时候 或是敌人侵犯你的时候 我认为才能报警 你对你生你养你的一个91岁老妈 你报警 我特别特别不理解她 你知道吗 说说大天了 这坎不能过我 多年的姐妹请我可以不要了 因为那是我妈 那是我爸006年去世以后 你看着我爸死去的份上 你也不能对她的老伴这样 我的浮浅的东西就是这些 在这段沟通中 三个姐妹都对大姐的做法 表达了不满 但我们能明确地感觉到 三姐的态度尤其强烈 原来当初 她提议把母亲送到大姐家中 暂时居住 而在此之前 91岁的老母亲 实际上一直跟随她生活 这就是我们家遗留下的东西了 等于是我离婚 结婚 我都没离开过这个家 02年我离的嘛 我母亲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 等到我是11年 搬到石佛营 我自己的房子里头 就是房管局的房子 那个时候我就好像 理所应当的 就应该跟着我 我也没有跟他们仨说 现在说又我要接到走 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 没有这概念 我就觉得这妈就我应该接 我们家有名男孩